韓國瑜競選總部罕見大動作 召開提告記者會 仔細看桌上一張張網路截圖板子 全是網友抹黑留言 他說民進黨的同志們 我們暗殺韓國瑜 我們要請問治安單位 你們要怎麼樣保證 我們候選人的安全 國民黨立委黃昭順表情嚴肅 拿起一張張板子一字一句 念出抹黑韓國瑜的恐怖字句 旗山一票2000塊到3000塊 岡山沿海地區一票3000到4000 民陀子官5、6000塊 市區3到5000塊不等 這麼大的風聲 為什麼警調都沒有發現 零星網友還稱 知道韓國瑜怎麼在高雄拼經濟 因為參加造勢活動 都有1500元的走路公費 還用高達6000元的價碼買票 更指韓國瑜的支持網友 不理性 不論韓國瑜是不是黑道 殺人放火都會偷給他 這個甚至於用抹黑 講到韓國瑜本來就是竹聯邦的成員 網路上散播假消息說 有買票或者是說有一些什麼走路公的 這都是虛偽的不實的 那這可能會構成我們的選爸爸104條意圖使人不當選 一連串毫無證據造謠抹黑的言論 讓韓總競選總部決定在選前四天開提告記者會 就是要導正歪斜風氣 打一場乾淨的選戰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